1 2 3 4 回来到RP聊音乐 今天来跟我们聊音乐 是一位坚局乐观与悲观的双子座女孩 华晨妍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yo 我是一名唱作歌手 你现在收看的是 RP聊音乐 诶 你日本狗自我介绍 日本狗自我介绍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Chiyoです 华晨妍 Chiyoです 现在是新画森车 riz 저 行动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 OK 我们前面要先问一些音乐的小问题 好 跟你专辑稍微有点关系 或跟你的人也有稍微有点关系 乌克雷利是19世纪葡萄牙 传入夏威夷 然后发扬光大音乐器 请问乌克雷利的琴弦是什么材质 你懂 选择题 OK OK A 刚弦 小雅弦 C 林志弦 D 玲瓏弦 D 玲瓏弦 很厲害 下一題 小事澤哉是日本流行音樂圈之名的製作人 與其合作的歌手來1990年代稱霸日本樂台 請問下列哪一首歌不是小事澤哉的創作 A Deathwell Lovely Day B 冰淇淋 Virgin Road C 雨多田光 First Love D 安是奈美退 Can you celebrate? 這很簡單耶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隨便唱很好聽 這首歌很明顯 是因為小事澤老師當時跟我說 他很羨慕雨多田光可以寫出這樣的歌 下一題跟樂理有一點關係 來吧 請問下列哪一個屬於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 Domiso D Farado C Soshire D La Domi 小三和弦 小三是Diminished還是Miner Miner 你說了有幾個 Domiso Re Farado Tomiso Re Farado 還有Soshire 還有D是Latomi Latomi Latomi 太簡單了是嗎 每一題都對 好下一題難一點喔 你有絕對勇敢嗎 沒有 沒有 下一題聽一題 請問下列聽到哪一個聲音最靠近Do OK 你會先給我一個Do嗎 我先給你一個Do 謝謝喔 好 好 聽起來好像Mio 沒有絕對勇敢的人 A B C D B 不知道耶 猜的是嗎 A 對啊猜的 為什麼猜A啊 你剛好聽到一首覺得蠻熟悉的歌對吧 對啊 聽到第二個是我自己的一首演唱 哦 但你猜A的吧 對啊 這個答案是B 哈哈哈哈 那個很準 那個最接近 但是它不是完成的Do這樣 我沒有絕對勇敢耶 但絕對勇敢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挺特別的 就是不是你會音樂你就有絕對勇敢 之前就是我在日本的那個女團裡面 就有一個成員 她沒有任何音樂基礎 但是她很絕對勇敢 是嗎 她可以隨便在鋼琴上彈出她聽到的所有生活的聲音 來最後一題 簡答題喔 請說出知名製作人 你只剛參與的詞曲編或製作的歌曲三首 詞曲編喔 她不是你陪我陪她 我play 對嗎 嗯 然後還有表白 嗯 夏雅瑄的 然後還有她自己的Superman 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還有那個我自己的Superwoman 所以妳是中日混學了 對對對 所以妳是怎麼樣認識到那個我們剛剛有聊到就是那個小試者代老師 嗯嗯 就是參加Audition 對 然後在日本 當時在我們大學裡面有一個卡拉OK大賽 我就是那種什麼都會去報名的人 然後參加之後拿了一個優勝獎 然後參加了Audition 那Audition你也要有一些履歷 然後就有一個優勝獎就會很好 好請 然後就在那個Audition見到了小試者代老師 嗯 然後唱的歌就是First Love 我選的就是First Love 真的嗎 這麼巧 對啊很巧 然後她也是聽到這首歌可能就是回憶起來了一些 哈哈 當年那個Oracle被打敗的那一個 因為她的姻緣一直都很好嘛 對 然後好像是雨多甜光的出現 嗯 第一次好像她被打敗了 所以她會覺得她是一個怪物心人 所以我可能選歌也運氣很好的選對了 也沒有唱得很好啊 團體結束之後就回北京 對 團體結束之後就回北京 其實團體結束之後我有 我有考慮就是不做這一行 那你如果不做這一行最想做的工作 我想做會計師耶 我小時候非常想做會計師 怎麼沒有人想做這種工作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邏輯上的東西 就是數學 你是純粹想要收錢吧 數學會計狼人殺 就是那種盤邏輯的東西我很喜歡 穿上避風也能飛的SUPER 满旋轉成零一氣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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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介紹的這個是你最新的EP 可以稍微跟我們說一下EP叫什麼名字 然後它簡單的概念是什麼 我的新的EP是叫做X樂園 然後呢我們就是玩了一個諧音梗 它是Xland 具體來說應該聽起來就是一個蠻喜歡玩的女生 愛我啊非常愛我 因為第一首歌就是我覺得是蠻有玩的感覺 它裡面有很多那種我自己覺得有那種電動的那種秘密 我覺得對我來說音樂比較像是在玩遊戲一樣 對 所以我很少寫我抒情歌真的寫得很少很少 所以你喜歡去嘗試去玩各種東西 你這首歌的音樂上也有一些玩的一些唱法 就比如說SUPER WUM會有那個SUPER WUM 我覺得就很像那種小超人 在那邊跳起來 所以那個WUM是跳的感覺 是跳起來的感覺 是跳躍的感覺 是跳躍的感覺 那這是哪來的那個馬嗎還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起床這個是馬來的馬叫聲還是什麼 哈哈哈哈 啊 是什麼動物嗎 這個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它要笑得有節奏 它要哈哈哈哈 所以我當時在想說可不可以自己寫一首 能讓自己非常快樂的起床的這麼一首歌 對 然後就寫了嘛 欸你講到這首歌真的是聽起來沒什麼起床氣的一首歌 就是很happy的就起床 你平常是沒有起床氣嗎 有啊有我才會寫這樣子 哈哈哈哈 每天都在對我的鬧鈴發火 其實我的樂園裡面 嗯比較主題性的就是我會覺得人生應該要像一場樂園一樣去過 就我自己的價值觀 我覺得每天都像在闖關 當你享受這個遊戲的時候 那些困難對你來說就是很快樂的 嗯 就比如說你去上班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但你去打遊戲其實也像上班一樣 你要做任務 你要走到各種地方 但是正因為它好像你把它叫做遊戲它就是好玩的 嗯 那其實如果你把人生當作一場遊戲 嗯 是這樣的邏輯 那起床對我來說就是第一關嘛 嗯 那怎麼過這樣子 哈哈哈哈 每一首歌其實都是我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難關 嗯 然後在我去闖它的時候 這些音樂都會輔助到我自己 嗯 所以還挺自我的其實 嗯 你剛講一個難關 你這首歌是不是聽了好幾種 鬧鈴很困難 最後才選了這個機啊 還是什麼 你那時候大家聽了幾種 對啊 就是跟依子剛老師合作 就是一起做這首歌的編曲嘛 嗯 然後我把我的編曲扔給他 然後他會有其他的想法扔回來 我們一開始用的那個鈴聲是某個品牌的鈴聲嘛 嗯 然後後來就是覺得太麻煩了 就還是選鬧鈴或者公雞叫這樣子 嗯 然後他就發了大概 他說他自己選了五十多種 最後從五十多種篩選了四個公雞叫給我 然後讓我來選 這一開始其實就是養狗了嘛 然後很單純的想寫一首比較溫暖的歌 嗯 所以這首歌是跟狗狗的關係 嗯 我有在那個北京就是領養一隻黑白的米克斯 本來可能會覺得幸福是一件你要索取的事情 就別人可以給到你一些什麼 你就會變得幸福 比如說有錢 比如說有成就 有人愛 養了狗之後才發現我現在變得好幸福 不是因為就是有東西 是因為我開始付出了 我給了他一個家 然後他給了我陪伴 我就覺得好幸福哦 哈哈哈哈 想陪在你左右 想陪著你 那這首歌我覺得在音樂上啊 他是不是有想要做 就是想陪在你左右 那這首歌我覺得在音樂上啊 因為這首歌有A 算是三段 A段 Because跟復格嘛 他每一段的最後一句都是這一句 嗯 所以他其實就是 你音樂上想要做的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同樣的旋律動機 然後陪伴你走過每 因為在換段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場景的狀況 有時候慢的跟快的 所以你在不管你在什麼樣的地方 都有這個聲音陪著你是嗎 哇塞 你解析得好好喔 我以後也要做錯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在人生的陪伴前 都有陪伴 哇 我都沒想到你這個點耶 這首歌顏色我覺得比較是夜晚的一種感覺 是比較不快樂的心情在這個樂園裡面 對對對 顏色 就是你平常人家朋友說你是樂觀的人嗎 還是會說你的個性是怎麼樣 不熟的會覺得我很樂觀 熟的人應該會覺得我其實不是那麼樂觀 所以這首歌是比較熟的人才會聽到的樣子 對 其實我之前像它其實是有兩個版本的 第一個版本是我在2020年就是創造營的舞台上唱過的一個版本 對 那個版本比較像是我給大家看到的我自己 它第一版歌詞是 如果有一天上帝能給我一個期許 我會問他要吃花筆 畫上眼睛把顏色給你 我色彩給你 這樣子的 就是整首歌寫的全部都是別人的痛苦 然後我要怎麼去救贖他 嗯 這次連歌名都換了 對 然後就覺得它其實就是我目前就像表現出來的東西 都比較是給別人給外人看的 嗯 就是大家我想讓大家看到我的樣子 嗯 所以這首歌是比較本位演出的 對 可能以前不太願意給別人聽到這樣的自己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在說那個和弦嗎 因為這首歌基本上也是用那個 嗯 拉通咪三個有點左的 嗯 就是一個小小三合 對 對 所以聽起來就是會比較 比較不開心 你自己覺得 你目前現在覺得最困難的事情有什麼嗎 最迷惘的有什麼 迷惘什麼 我覺得就是可能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多變的人 嗯 對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一直做同一件事情 嗯 還挺困擾的 這也是選擇障礙 對 找不到我的眼色 耶 愛怎樣其實 有一天突然 我再算了 我這輩子還可以活多久 對啊 然後想說 差不多活到80歲左右吧 因為再往老了 可能生活就會比較辛苦 嗯 大概就三萬天 對啊 算一下 人生居然只有三萬天 很多 哈哈 店啊 好短喔 我不行啊 我覺得太短了 因為我每一天都會想做不同的事情 欸 你現在大概幾歲 聽說二十幾歲的時候會剛好一萬天的 對啊 我剛過了一萬天的生日 蛤 真的假的 對啊 一萬天的生日 但你是一萬天的時候有做什麼 沒有 我就是快到一萬天的時候 我就突然驚覺 我快一萬天了 就覺得 如果你去在意別人的眼光的話 不管怎麼活 你就算很討好他 他可能還是很討厭你 對 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歡 對 你就算做自己 他可能還是很討厭你 對啊 所以就是還不如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人生有很短 所以你就只是拿了一個過年親戚來做一個比 對對對 當然就是媽媽也有問 什麼時候結婚 有沒有找到好的對象嗎 什麼的 但是沒有啦 我在努力一下 因為老師說這首歌比較起伏不聽 音樂比較起伏不聽 聽他那個根音就是一下 就是他一下上去一下下來上去下來 他根音會上去上下來 對啊 就很雙子啊 就是多變的性格 他就是很跳躍性的一首歌 然後其實想的就是 當然也有被這些噪音所影響嘛 對吧 就是媽媽打過來的電話啊 或者是朋友的吐槽 這段不要給我媽看到 媽媽我愛你 但是就是想說這種時候 當然也是一樣的價值觀 就是 不用去反駁他們 嗯 就是 你也是 就我第一段寫的是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第二段 我有想到 其實你也是愛怎樣就怎樣 嗯 對 我媽媽 就是我媽媽的價值觀 你可以有你這樣的價值觀 有你體 這樣子 愛愛愛愛愛愛愛這樣啊啊啊就怎樣 生活不肚子 我是畫晨炎 只有可以在Instagram Facebook以及各大創油平台上搜尋我的歌曲 Bye Bye 以上是今天畫晨炎X樂園的EP專訪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阿平療癒 還有畫晨炎的所有觀光帳號 那我們下期見 Bye Bye 對 我想你了 因为雨滴亲吻着海洋滴答 又想你了 因为太阳升起了 太温柔了 像花的冰淇淋 控制不住的甜蜜 是一口忘不了了 一定是暗计算作 最当分在体内表现 一想到你就一现 你在干嘛 你吃饭了吗 你睡着了吗 肩头疤了吗 所有的问号 是我爱你呀 不开玩笑 这无聊的老大 只是命令按理代表 OK 我想你了